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今天學長要介紹一個很有趣的器材 那這個器材呢其實學長剛開始玩的時候呢 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有一點有點笨 但是呢 玩了兩三次以後呢 我真的覺得說 哇 他真的笨到 超好用 超簡單 超便利 然後最近這幾天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興奮 原來這麼簡單 這麼防呆的器材 竟然可以做出不錯的風味 我真的超級震驚的 所以也很想要推廣給各位朋友知道 那今天介紹就是這個東西叫做 Trinity Leroy 那台灣翻成隨行鴨 那可以看到就這麼小一個 這麼小一個的東西 竟然可以煮出不錯的咖啡 就這樣 這樣 它有一個說明書 這麼小的器材呢 當然我覺得 對於上班族啊 或是說你是outdoor的人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它拳擊呢 沒有任何可以摔壞的東西 它是用tritan 就是說無毒雙分A的塑膠 所以也是耐熱的塑膠 不用擔心會有一些不良物質釋放出來 然後它的濾網的部分是金屬濾網 所以也沒有耗材的問題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個蓋子可以壓 可以聽到聲音 可以形成壓力 那它的概念呢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把粉倒到這個金屬濾網上面 然後呢 鎖起來 鎖起來 然後呢 倒水 倒水呢 倒到哪裡呢 裡面有一條線 就倒到這條線一樣就可以了 非常防呆 你也不用想也不用襯 然後最後呢 把這個蓋子蓋上去以後呢 上面有一個壓力的 可以壓的東西 壓的時候呢 就會有氣壓 把你的水從這個裡面的水槽 往你的粉上面擠壓 然後呢 擠壓幾次以後呢 有足夠的壓力的時候呢 你的水就會穿過粉 然後被萃取出來 就這麼簡單 但是呢 現在為什麼覺得它很棒呢 是因為它的粉槽設計 跟一般的濾杯不太一樣 一般濾杯都是錐型的嘛 或是梯型 總而言之 粉的內外呢 會有厚度 深度上的不同 邊邊比較少 中間比較多 會有一個錐形的這樣的一個粉塵的排列 但它不是 它是一個完完全全均勻的粉塵排列 所以 沒想到這種均勻的粉塵排列 它在萃取的部分 真的滿簡單的耶 可以擺脫濾杯的一些難點 使用非常非常簡單的過程 就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咖啡 喝起來整體是喝起來很均勻啦 當然實話說它的層次感 當然不可能像厲害的手沖那麼厲害 但是其實它的萃取的完整性 或是均勻度 學長都覺得很不錯耶 如果你只是在辦公室 比較繁忙的環境 想要煮一杯不錯的咖啡的話 真的超級棒的 或者說你在戶外 你沒辦法講究那麼多東西的話 它的風味品質 我覺得已經算是滿好的 最後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這家公司就是澳洲的一個 很喜歡玩壓力的公司 這是它第三個產品 它前一個產品 大家可能都大概知道 就是 DCP 也是利用壓力的概念 那這次的利用 它就是把所有的其他的更複雜的概念 都拔掉 所以變成利用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對於比較忙碌的人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耶 可能真的是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咖啡萃取完 然後就要買稍微好一點的豆子 真的還滿好喝的 非常便利非常好的東西 說那麼多 不如我們直接來壓一杯來看看 那它的設計上面 粉槽大約可以放18克左右的豆 那如果你在辦公室沒有電子秤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簡單一點 就直接把咖啡豆倒到這個粉槽上面 然後倒了差不多平的位置的時候 就直接拿去磨 其實它的粉量不會差很多 OK 那如果你有電子秤 想要精準一點當然也可以 好 我們來測測看 好 一般來說就是 好 可以看到 差不多這樣 你的粉呢 咖啡豆 跟這個粉 粉槽的上緣切齊 這樣平常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也不用電子秤 那你看我的電子秤是18.5克 所以差不多18克到19克之間 就看你的豆子的大小 有些豆子 生培豆比較大一點 OK 那研磨度的要求呢 其實也很低 其實你可以大約 建議是比手沖細 但是呢 跟摩卡糊差不多啦 比TCP細一點點 這個部分其實也沒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你自己感覺一下 那個濃度你喜不喜歡 那學長今天用的是粒子C 因為我想模擬一下大家在辦公室的環境 比較不方便買電動磨豆機 買一個小的手磨 其實也蠻方便的 那我磨的是14 14 一般手沖大概是21左右 那是14左右 所以就是大概是摩卡糊 但是不要磨到太細了啦 你不要說挑戰極限 其實它本身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它畢竟不是那個專業的意識 手壓意識機啊 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用用過分大的壓力 效果不會比較好 在辦公室的話呢 用手要磨豆子可能 30秒到1分鐘 就把豆子磨完了 當然如果你不太方便 在辦公室磨豆子不太方便 你也可以在家裡先磨好 磨個18克 19克 然後帶到辦公室呢 想喝的時候再來壓 其實也很棒 OK 然後呢 一般手磨呢 有一個好處 就是粉杯呢 都會比這個還小一點 所以呢 你要安裝的時候也很簡單 就是這樣 OK 蓋上去 然後翻過來 稍微左右抖動一下 輕輕的 左右抖動一下 它就會呢 粉很乾淨俐落 全部在 我的粉槽裡面 OK 輕輕的 其實也不用這麼麻煩了 大概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呢 它的萃取觀念真的很簡單 大概把粉鋪平 OK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呢 這是水槽的部分 好 把我們的粉槽 鎖進去 好 鎖到不能鎖了 它就完成我們的前製作業了 然後呢 如果你是辦公室 你可以使用一個馬克杯 或是你有這種公杯的話也很好 這樣子就完成前製作業了 然後水呢 大概是 95度到100度的滾水呢 都可以 因為它畢竟呢 它是塑膠材質 它的吸熱沒有很嚴重 所以用高溫一點的水呢 其實對於萃取來說是不錯的 那如果 你只有飲水機的話 飲水機直接下去也沒問題 因為它不會直接讓你的粉 碰到飲水機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粉塵被沖散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準備 給水 給水 然後我的 這個水槽裡面有一條線 這條線呢 就是它的目標線 你就給到那個位置 好 給到這個位置以後呢 把你的蓋子呢 放上去 然後大約等30秒左右 等30秒左右的時候 我們再來壓 這30秒過程呢 其實水呢 就會慢慢的滲到你的咖啡粉裡面 然後咖啡粉呢 就會形成一個吃水狀態嘛 有點像是我們濾杯的門針 然後呢 等到它吃水狀況以後 它的風味會開始釋放的時候 我再來用手壓的方式 把我的風味擠出來 所以觀念上面呢 其實蠻合理的 好 30秒時間差不多了 好 把蓋子蓋上去 然後呢 中間有一個小洞 這是一個排氣孔 所以你要壓的時候 記得要壓住這個小洞 好 這樣子 壓 2 那可以看到你壓的過程之中呢 我的咖啡就從下面 被萃取出來 可以聽到我壓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明顯的 咖啡萃取出來的聲音 然後大概壓個5到10次 你也不用很急一直狂壓 壓下去讓它留一下 壓下去 冷戴一下 好 差不多了耶 我再壓一次看看 好 沒有東西出來了 代表說你已經壓完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態 好 已經全部都沒有水了 然後一點點的細粉呢 會 倒流上來 這是正常的 你待會洗的時候 連上跟下一些洗掉就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耶 大約就是 1分鐘左右的時間 OK 然後這個呢 待會就連整組拿去洗 清洗就可以了 我們萃取出來的咖啡呢 大約是100cc左右 80到100cc 然後這個 喝起來是非常濃的 大約比摩卡糊 差不多的濃度 跟摩卡糊差不多濃 就壓一壓 就很濃了 所以建議呢 我們可以加一點水 加一點涼熱水 或是中溫水 可以到225左右 OK 好 那我這個是剛好有刻度線啦 如果你用馬克杯的話 就大概 1倍左右 就可以了 好 大約加到225克 OK 那這是官方給的數據 那學長也覺得這數據蠻棒的 目前呢 這個225克呢 粉水筆 學長幫大家算一算 大約 吸在咖啡粉裡面 大概30克左右 所以加上225克的水 大概260克左右 跟我們1比15 平常喜歡用的 粉水筆是很接近的 所以其實它的每個步驟呢 說實在都還蠻科學的 學長都非常的喜歡 OK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瓜地麻辣 跟手沖的濃度上面 感受度上面是蠻接近的 但是呢 這個器材的一個特殊的點在於是說 它是用金屬濾網 大家剛有看到嗎 用金屬濾網 那金屬濾網呢 它的油脂的保存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整體喝起來會很有油脂感 很有整體性 喝起來有一點點像是 各位平常喜歡喝的美式咖啡 因為美式咖啡也是油脂感會比較高的 然後它整體喝起來的完整性 跟圓潤度 都算是蠻好的 像這個瓜地麻辣它的甜度啊 還有它的和果味 我覺得就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其實已經 我覺得 以這麼簡單的步驟來說 已經可以完勝便利商店 也可以完勝一些比較初級的一些外帶店了 真的蠻好喝的 因為豆子本來就不錯嘛 那這樣壓一壓 這麼簡單的步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 真的非常棒 除了它可以做熱咖啡之外呢 它另外一個部分很棒的部分在是 它也可以做冰咖啡跟冰拿鐵 濃度都非常的OK 會比你用手沖來做 來的簡單很多很多 那目前這兩杯呢 是像剛剛壓好的 就是 跟熱咖啡做一樣的步驟 但是我還沒有加熱水 OK 那這個是已經剛剛加過熱水的 那做成冰咖啡非常簡單 就是你先加幾個冰塊 反正它的劑量沒有很多啦 所以你就加個三五塊都沒關係 然後能夠確保你的咖啡是冰冰的就好了 再加一點點冷水 大概跟剛剛的也是維持到225左右 然後把它攪一攪 然後確保你的冰咖啡是冰冰的 冰冰涼涼涼的就可以了 它的濃度就跟你的熱咖啡是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整體的使用的水量是一樣的 冰塊加水加咖啡的量 這樣就是一杯很好喝的單品冰咖啡了 好 那如果你要做奶咖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想要喝熱的奶咖 或是熱的歐雷 那你就把你的牛奶 直接拿去微波或是加熱 1比1的量 就是大概100cc的咖啡 配100cc的牛奶加進去就是很濃的熱奶咖 那如果你想要做冰的話 一樣 我們現在先放一點冰塊 讓你的咖啡稍微降溫 你可以放3、5塊啦 OK 好 然後呢一樣呢 大概倒大概7、80cc的牛奶 比咖啡稍微少一點 好 差不多這樣 然後一樣呢 把它攪拌到 冰涼冰涼的 就可以直接飲用了 因為它的咖啡本身呢 就 不多啦 大概100cc左右 所以呢 你也不需要用太多的冰塊 它就會維持到冰涼的程度 可以看到 冰塊都溶完了 好 冰冰的 好 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齁 其實看顏色會覺得說 它就 濃度就蠻高的齁 它就不會就是 稀稀薄薄的 因為它本身呢 用金屬濾網 炸出來優質還是比較多 其實這個器材呢 我希望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是 它其實最棒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實在太方便 太簡單 甚至太笨 因為越笨 其實對於大家來說 就是越方便 所以呢 其實這個粉水筆啊 大家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喜歡的去 大概配一下就好了齁 那其實它本身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載體 讓你很輕鬆 很簡單的就可以完成 一杯不錯 OK的咖啡 對於你 outdoor啊 或是對於上班族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齁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齁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新的器材呢 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可以跟大家做討論囉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